台东美术馆最近有一栋奇特的木造房屋 外观像是鸽子龙 底部还装着轮子 不过往里面一瞧 却是一栋名副其实的房子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建筑结构 基本上它是一个鸽子龙的构型 它所崇尚的就是一个没有鸽子的鸽子龙 因为鸽子呢 它飞出去的时候它也是在自由飞翔 那我们就会渴望说 我们当在这个屋子里面的时候 我们也是像鸽子一样渴望自由飞翔 飞出这个房子 飞出去这个世界 然后到别的地方去做旅行 它可以用一个很舒适 很温馨的一个小型的构造 木构造的建筑结构 拿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小小的空间里头应有尽有 最特别的是它还可以到处跑 这个外观像鸽子龙的房屋 就安置在美术馆前面的广场 由于造型特殊 吸引不少民众前往参观 小朋友甚至于在屋子里面玩了起来 这个很特别 我可以当拖车的话 当然是拖车出去走 虽然空间很小 里面却有厨房 客厅 浴缸 还有卧房 最特别的是底部安装有强化轮子 想要去哪里就去哪里 而这栋移动式的房屋 是实践大学建筑系教授 萧友志的作品 外观设计成鸽子龙的造型 是表现人和鸽子一样向往自由 虽然这个房屋是建筑与创意的结合 想要移动它必须透过吊车来移动 不过未来经过改良 说不定以后跑在街上的会都是房屋 也说不定 东台新闻综合报导